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居然更动情 一落座便直接开启了秀恩爱撒狗粮的模式 我对我妻子非常 我感觉她对她挺好 我非常我非常的满意 想起两母 从认识上到现在 我对她的感情说 和那个对她的爱一直就是这样 从来没变过 说起对妻子的爱和称赞 刘先生的话犹如滔滔江水 可既然她对妻子的感情这么炙热 那为何杨女士 还会带着尚在强保之中的孩子 来跟她调解呢 刘先生说 这是因为她和妻子之间 最近出了点小状况 而悲惨如她 已经好多天 没有睡过一次整觉了 面对对自己如此高度赞赏 又满怀爱意的丈夫 妻子杨女士为何会这么做呢 杨女士表示 如果她没有在丈夫的手机里 发现丈夫隐藏的秘密 可能到现在 她都会觉得自己当初嫁对了人 那么杨女士 究竟在丈夫的手机里 发现了什么样的秘密 会让他们20年的感情烟消云散 瞬间崩塌呢 而相比于妻子的崩溃 刘先生却又为何是这般态度 没什么 我没有想那么多 她说一直她就是小事 她总说是怪我想不开 那么刘先生手机里 究竟藏了什么秘密 她是不是导致杨女士 崩溃的罪魁祸首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也欢迎双方当事人 杨女士和刘先生 欢迎二位 首先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 来尽快调解的诉求是什么吧 她说我欺骗了她 想请她原谅我 我就是不想离开 她不遇不扰地为这件事 正常了有一个多月吧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 这件事情是错误的事情吗 我认为没什么的 那这个道歉怎么成立呢 我原来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我老婆跟我说了以后 我认识到我自己的错误 好 杨女士的诉求是什么 她就把这个事 她说一直她说是小事 她总说是怪我想不开 听听别人怎么说 现在她说什么我都不信 让大家来帮你判断 我看不透她的心理 她这个人到底是不是 值得信任的人 我能听得见别人的意见 刘先生想要获得妻子的原谅 但他似乎又不明白 自己合错之有 而这一点恰恰是杨女士 最接受不了的 杨女士告诉我们 她和丈夫之间所有的矛盾 都源于丈夫刘先生 一直都有的一个坏习惯 她从来称女人的名字 她就从来没称过 真正的女人的名字 从来就是烂称的 什么小李 什么老板弟弟 你想不到她这样称的 我不明白这种心态 我不懂 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这样 这种情况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感觉她一直都有这个毛病 这个毛病不是一天两天 或者是三天两天的 她一直就这样 是正常的 她都会存成男性的 对对对 性别不明的 还是有问题的才会存成这样 反正已经发现 有几个有问题的 她都是这样存的 还发现几个 第一个就是说 在她去日本 本来是去打工嘛 然后没有去尘 她就说在那里 待了一个星期 因为是群人去的嘛 今天有一个女的 她们就认识了 回来她们就留了电话号码 就一直联系 联系了一年多 因为我心里相信她 我从来就没有查过她的电话 没有收过她的兜啊什么 我从来没有像别的女人那样 小心眼 反意什么 我没有认识过 过年 过节假日 那个女的也经常跟她打电话 其实我早都知道是个女的 我没在意 可不可以这样呢 可以啊 我觉得没什么 你说她跟我说 出国回来的人在一起联系 联系你就联系嘛 没事是吧 她的名字也不对嘛 就成了个小礼 就算是她存了个小礼 就算是她们有电话来往 可是也不能带来 那个每次打电话 她就偷偷地跑到厕所 跑到那个什么地方 就是我听不见的地方 瞒着的 对对对 就是骗我 就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有点那种 偷偷摸摸的意思 我就是怕她知道了 给我的人们吵得一样 日本的那个 有八个人在一起 大概有十天左右 回来以后 就我们父亲能够电话嘛 电话里都聊啥呢 反正是没的事 就是打电话随便聊 很多人 她都联系那一个 因为我感觉 在那十天交往当中 感觉也是说什么话 她都不在意的 性格比较开朗大方的 轻松的 对 刘先生爱把女性 在手机里存成男性的名字 杨女士表示 自己很早之前 就心知肚明 只是自己不想追究罢了 对于这个小李 凭着自己对丈夫 这么多年的了解 杨女士知道 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在自己三令五身之后 丈夫也确实 没有再跟她联系 两个人相安无事 过了好几年 可是今年三月份 刘女士又发现了不好的苗头 丈夫的某些行为 很不对劲 我就知道那是个 她曾是个女人的电话 但是我一直没问 那一次 我就坐在她旁边 那个女的打电话来 她就怕我听见 她特别地大声地 不要人家说话 说我跟我老婆在一起逛街 然后说第一遍 那个女的还在说 然后她又说一遍 她说我老婆在逛街 她就这样说 我就说 是不是一个女的打的 她说 你听错了 她说你现在就是个女人吗 她说这是个男人 她说男人就听不出来 她就这样说 其实我早都发现是个女的 她就不承认 就是一再狡辩一再狡辩 她说要不我给你打电话问 她说我给你证明 她说她就这样 什么人你知道吗 就是老板弟弟的媳妇 兄弟媳妇 当时没什么 我认为什么就没有 怎么存一个老板弟弟 我不就是不想叫我老婆知道 她本身是在我们当地 在了工地的那里做饭 在那里寄事 在我那里 没事呢 我们就在一起开玩笑 我不晓得她对我是什么目的 我感觉她就是一身一面 你并不喜欢这样的女性 对 曾经她们打了很多电话 曾经她说 我跟她打了好多次电话 有一次是打电话 叫我请她吃饭 我说我为什么要请你吃饭 我说我有事我不去 你没有说你不去 我是说我不去 我说我在干活 我不信 任何一个女的爸 反正跟她见面 人家别人都比较喜欢她 就是那种 刘欣是在生活中 那么招女性喜欢吗 反正在外面 她的性格男士也喜欢 她特别喜欢开玩笑 我就是在外面 怎么说呢 跟那些 我这个人比较开朗的 杨女士说 丈夫性格开朗 惹人喜欢 有几个异性的朋友 她也能理解 可是丈夫在手机里 故意把女性 存成男性的名字 这种一而再再而三 想要瞒她的心态 让她接受不了 而对于这一点 刘先生倒是觉得 妻子多虑的 因为我没有 我没有女性朋友 你眼里是没有 不存在性别问题的 是吗 对啊 只是一个人而已 一个人而已 我任何一个词 我就能代表那个人 只是我自己知道 别人可能不知道 是为了瞒我 在杨女士看来 如果事实真像 丈夫刘先生所说的 没有什么 那就好了 可是在这段时间 杨女士在查看 丈夫手机的过程中 却发现了丈夫 精心刻意 对她隐瞒的一个秘密 她这个人就是 就是欺骗我 就是每一次通话 她就把那个通话记录 给删掉 就有一次 她就没有删掉 就是打了四十多分钟 那一次 她就没删掉 她忘记了 可能是 有一个通话 四十多分钟的 还有一个多小时的 这个号码你熟悉吗 不熟悉 第一次发现 我就是说 你跟谁打电话 打这么长时间 然后再一查 就是这个电话 她打得非常多 但是这个她呈的名字 就是什么 瓦机李师傅 她这样呈的 工作电话 对 但是每一次 都是她给别人打电话 但是别人 从来没跟她打电话 我就反映 既然是工作电话 那为什么 别人从来不跟你打 只有你跟别人打 我就偷偷地 给这个电话 打了一个电话 我就看看是谁 我就问一下 我说 就是一个女的接电话 我就说 脏的打错电话了 在我心里面 我就想的是她 是她那个女同学 你有没有告诉她 我已经打过了 我问她的时候 我就告诉她了 然后她不承认嘛 一开始她死不认 我说通话记录我也查了 我说 这个电话我也打了 我说你不用再狡辩的 她就没办法才承认 女同学为什么 会让你这么警惕 她一直是 我们俩之间 这个很敏感的 她初中的同学 她追过的女孩 这个女孩 从来就没理过她 怎么回事 在两年前吧 我一个同学费的时间 他们叫我去 我没去 我那个同学人喝醉酒了吧 好像是 跟他们在一起喝酒 他们跟我打电话说 你听听她是谁呀 半天我都没听出来她是谁 你听出来了 你带我 我说我没听出来 我当面你不承认而已 你绝对听出来了 我问她是谁 我猜不到 我以为是个男的 我猜了几个人都没猜对 最后我来旁边 我听到我来旁边的同学起哄了 其他同学都知道你喜欢过人家 对 我当时没怎么想到 我也是你啊 当时她就有些隐瞒 她就说那是她以前的一个谁谁谁 我现在也记不清是我给她打的第一个电话 还是她给我打的电话 然后我们再就频繁地联系了 每个月就要打个三次的四次两次的 就是那样的 我认为同学之间联系没什么呢 只是电话联系 只是电话联系 都没有见过面吗 没有 聊聊就没想到什么 如果丈夫之前和异性朋友的电话联系 杨女士还能找出种种理由来宽慰自己的话 这回女同学的特殊身份 却让杨女士不得不多了几番思量 一个女同学就是一直是我们之间很敏感的 在认识我老婆之前 我找她她从不理我 她那样的面就不见了 她那个女同学的心理我觉得不太正常 她追过她 她没理她 但是她一看到我跟她在一起 那个女孩就接受不了 那个女孩从来不理我 但是看到 你们有发生过接触是吗 我第一次去她家的时候 她一看到我和我老婆在一块 她就那时候 她就立马带信 叫我老婆去找她 你是说你们刚在一块 这女同学就出现了 对 她一直不理她 不理就一直不理对吧 我说 就是说一次有一次在街上 她碰到我和我老婆在一起 我跟我老婆认识三个月以后 我跟她带着我家去过春节 过春节在我们当地去有个急症 就是碰到我了就行了 我跟我老婆在一起 我们去买东西 我没有瞧到我那个女同学 我女同学可能瞧到我跟我老婆在一起呢 第二天吧 她就托别的女生来找我 说她要见我 我就给我老婆说 我说我要去见谁谁谁 你说那是谁吗 说了 她知道的 见面的结果呢 没有见面的 我老婆说不让她呢 我就没气啊 人家都不理你 你为什么要去见她 我觉得一点必要都没有 但是当时她要去 我跟她在一起 我们是很正常的 又没有什么 和她又不亏欠她 你是在这个时候知道 有这个女同学的存在吗 对 就是那个时候知道的 我觉得女同学 为什么会这样 这么主动地来找她 我觉得她就是那种心态 就是说不正常 就是说她不能看到她找别人 她不仅是找我 她不愿意 她就是说 我老公不管找谁 她就不愿意 那不是你想的人家吗 那你看看听听别人分析 女同学的再次出现 让杨女士警灵大作 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 但女同学当初的做法 让她感觉不单纯 而丈夫现在又偏偏瞒着她 跟女同学偷偷来往 杨女士接受不了 心里很不适滋味 我很崩溃啊 什么不理智的事 我都能想能做 我觉得对我来说已经是很严重的了 她自始至终表辑出来的是什么态度 她觉得是小事 她说就是打电话 我自己有我自己的底线的 不会投于感情在里面去 再一个是 我不会在外面做出轨的那些事情 因为我感觉我对不起她 如果是我做了这些事情 我对不起她 我不接受 我觉得她这是不是 感情出轨吧 应该是这样形容 对不对 我就跟她一再表示 如果说你真的是心里喜欢人家 我们就离婚 我就是这样说的 我不能接受你心里想着 别人跟我在一块生活 她可能觉得还没到那一步呢 她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她心里没有人家 她说 女同学还联系 她说没有任何感情 他们俩之间 本身都没得什么 我为了那个娇 已经吵得吵一个多月了 我再联系 我不更伤害她了 没看到过 这一个多月你过得怎么样 她天天都不让睡觉呢 不让睡觉 酷刑啊 可以说是酷刑 天天都不让睡 吃掉饭了就是了 每天都是那样 你活该 每天就是吃掉饭了 今天上午我跟她说好了 没事了 我说我去干活 她没走两个小时 就是打电话来了 我的活也干不成了 我要飞了 飞了我就要在她屋 在屋里听她 俊话 现在晚上呢 吃饭 她也不吃饭 我就随便吃 好 睡觉了 再开始 她也不让你睡 你给我解释清楚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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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解释一直说 一个问题 她问了你五遍 她还要问 现在心里不踏实的是什么 就是那个女同学 不放过她呀 她想放那个女同学 也不放过她 那个女同学现在就是故意的插着我们的风音 我打过她一次电话 我就说你以后再不让她打电话了 她又不会接你电话 我说你不要接她电话 我就这样跟她说 她就说好好好 她就一直这样说 但是过了一个多小时之后 我就再拨这个电话 她同样还是接 她非接她电话不可 女同学的表现 让杨女士感觉如临大敌 可我们听来听去 也就是刘先生瞒着她和女同学打了电话 没告诉她 杨女士为何会如此紧张呢 你告诉别受不了的是什么 骗 骗 她的话 我觉得我现在说什么话我都不信 这种骗 欺骗会让你有很多的联想 对对对 我会这样想那样想 我这个人就是 是个习惯宅在脚里的的人 然后就跟她乱想 整场调解 杨女士一直在追问 刘先生一直在辩解 一方怀疑电话联系绝不单纯 一方坚称正常交往绝无二心 此时一向直言的廖阿姨拿起了话筒 她会将批评的矛头指向谁呢 我想说句心里话 男方 今天你们夫妻之间会闹到这个地步 你的心里是一点谱都没有的 我觉得你的妻子是个善良 积家过日子的好女人 可是根本没有在乎她的感受 你根本没有走进她的内心 不管你干什么 你都是抱着应付她的态度 能解释且解释 不解释我就不跟你沟通 你那种冷淡的方法 让你的妻子 她真的是崩溃了 她说的 我觉得句句都是她发着她自己内心 真实的感受 也许她会告诉我自己 我不要去纠结我老公 我不要去纠结这些细节 我要相信她 但是你的行为你不能相信你 如果你再这样走下去 你这个婚姻 我还真的替你担心 我还真的替你担心 天底下没有一个女人 会让自己的丈夫去背叛自己 背叛婚姻 这是哪一个人 任何人都接受不了的 如果说你不信 调转一下 假如说你的妻子 跟她的同学在一起寄会的时候 有你这样同样的行为 你能接受吗 你要将心比己 别去让你的妻子替你担心了 你看看你的妻子 一个女人很幸福 从她脸上看得到 你的妻子给足了你的面子 我觉得在 她躲起来 不知哭过多少回 流过多少泪 她心里的苦楚 委屈 真的没人知道 这个心结 你要打开它 见灵还是戏灵人 你只有调整好自己 你不能太任性 太自我了 你只顾及你开玩笑 好玩 你只顾及你的感受 忽略了妻子的感受 这个家就没有安宁之日 听到了没有南方 听到了是吧 敢思反思自己好吧 显然 廖阿姨的话 说到了杨女士的心坎里 她不过已去难过 伤心不已 她欺骗我 但是她一直 不认识她做有错 我就接受不了 待杨女士平复了情绪之后 调解渊胡建云觉得 有必要给杨女士几句忠告 杨女士 你会对刘先生有很多情绪 特别多 但有些时候 你又会觉得 是不是该克制一下 这样是不是完全妥当 心里面会有点点矛盾 我也反思到 每次发了脾气之后 我就也后悔 我也很后悔 那这个往往是有一个原因 就是在有些问题上 还没有辨析得非常清楚 比如说第一个点 聊天 从你们的描述来看的话 往往长时间的聊天 只能发生在两种状况之下 第一 有专门的一个问题要讨论 这个是旧事论事的聊天 那另外一种就是还有距离 距离越远 聊天的风间就越大 两个人聊的时间就越长 所以你看到一个聊天 这么一个你要进行辨析 其实这里面我认为 肯定有一个坏消息 也有一个好消息 坏消息就是 他时刻准备着 想弄点什么事情 刘先生有一颗浮躁的心 随时希望生活里面来一点很精彩的 传说当中的那种事情 但是其实他也没有说有多么周密的计划 但是他有这个心 那好消息是什么呢 说明他们距离还挺远 就是还没有亲密关系 我认为是闲聊 就是闲聊 这个我信 那好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 我们说这个犯错这个点 但很多时候很难辨析的是犯错和犯罪 在家庭里面 用我们的语言来说的话 既然他们还处于这么一个状态 从阶段上来分的话 他就是属于这么一个萌芽状态 那谁不能保证他以后 他没有向那个方向发展 是的 但以后的事情是不是还没发生呢 还没有 那他处于萌芽状态 我们就用萌芽状态的 这么一个方法来对待他 而不是用犯罪的方法来对待一个人的犯错 在情绪上没有必要提前崩溃 夫妻俩如果真的是心连着心的话 那一个人的问题就是两个人的课题 一起去研究人生道路上 为什么我们会有时候会安藏不住内心的这一份浮躁 他是怕你 所以他的重心放在掩饰 而不敢掏心掏肺地拿出来 我们俩既然感情这么好 我们一起来 我也把我的这个婆媳给你听吧 你来 我就是生气对一点 他就不说 这个他难度在哪里 就是他会根据你平时的一言一行 他也会想 假如我对你全部的透明 你真的会跟我平行近期地交流吗 你不会 他也担心 这个我也知道 是 所以这个是一种双方的一种默契 我认为刘先生是一个内心充满着小野火的男人 这个小野火他始终想烧 那么为什么你内心充满了小野火呢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 跟你在杨女士之前你还没谈过恋爱 其实你心中的很多的想法 或者很多的情绪 你还没得到抒发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 你天生的个性 你很开朗 你内心是一个很奔放的人 所以刚刚张婷记者问得很有意思 为什么你觉得跟那些异性聊天 你觉得他们很开朗 很健谈 很谈得来 其实在同性当中 男性当中这种人也很多 为什么你对这些异性就特别地感兴趣 我换句话说 如果换了一个很内向的一个女性 你谈得来吗 你可能觉得谈不来 或者换的是一个很保守的女性 你估计你也谈不来 对 所以说不是某一个女同学的问题 而是这一类女人的问题 就是说你并不是本意想跟她们发生什么 但是你很乐意跟她们在一起聊天 或者有些沟通和交流的活动 其实你还是喜欢这种感觉 我觉得刘先生 我们要正视内心的东西 要正视自己内心的小爷伙 才能好好地处理这些小爷伙 如果你碰上一个男产的女人的话 搞不好就引火烧身 或者是说 就像你们现在一样的 已经把嘉宾 你们夫妻两个的感情和信任 已经烧焦了 因为你要偷偷摸摸 那这样的话 对你们的家庭来讲 对你们的婚姻来说的话 它就是一场灾难 既然你内心有这个能量 应该把它用在家里 用你的小爷伙 怎么把家里的情感给它烧热来 这才是你要做的一个学问 杨女士 我和您聊一下 说实话 刘先生的这些欺骗行为 让你痛恨不已 对 非常痛恨 对 但我真认为刘先生 不是那种蔫坏的男人 他其实比较简单直白 对 他非常简单 是的 然后你看他动点小脑筋 有意地去隐瞒 其实是挺自欺欺人的 很笨拙的一些方法 但是我倒认为 他恰恰是因为在意你 担心你 怕你焦虑 怕你猜疑 所以他才用一些 这样的笨拙的方法 去搪塞你 敷衍你 如果他真的不在乎你的感受 他完全可以为所欲为 无所畏惧 所以你不要一味地看到表象 认为他在欺欺你 没有看到本质 似乎他有自己的一些 对你的关心 在意 和他自己的胆怯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刘女士 您是一个性格比较内向的人 对 我喜欢这些 那么性格内向的人 一般就喜欢安安静静的 按部就班的 严谨的生活 所以我想 您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一个外向 一个内向 一个喜静 一个好动 怎么样能够真正地去成为互补 相得益彰 而不是成为互掐 我只是想跟你说 你真的不能够轻易地 让自己陷入到一种 无趣无礼的状态 你这么折腾不已 这么揪住不放 为难了别人 也为难了自己 你要学会想一想 你的什么特质 就是能够吸引到她 为什么这个刘先生 会控制不住地 去找这个女同学 想看看她 想跟她说说话 你会觉得 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我就想这样啊 我好像对她也没有特别地喜欢了 我根本没有想过发生一些什么 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 未完成事件 那你呢 在初中阶段 对这个女同学心生好感 有那么一点喜欢 你应该说去追求过她 也表达过 但是她没有回应你 没有答应你 这件事在你这里 就构成了一个未完成事件 未了的心结 所以在时机恰当的时候 不自觉地 会被这样一个情节所控制 因为你想要释放 对 其实是在了过去的一个心结而已 那对待这种事情 我们该怎么面对呢 怎么处理呢 其实最恰当的处理方法 就是去坦然地面对 那这么多年 你呢 一方面没看到 一方面你被这个情节控制了 所以哪怕是在妻子反对 你和她进一步地去交流 交往 你背负着一个很大的心理压力 你也很害怕伤害你的妻子 即便如此 你也还是被这个情节控制住 去做你在理智层面 不想去做的事情 对 你应该让自己看到自己内心 有这么一个欲望 但是这一部分 坦率地说 是需要妻子 杨女士来协助的 他的杀谎和欺骗 其实跟你对他的这个行为的态度 有直接的关系 在这个问题上 你错过了一个机会 就是当年你允许他去做他内心里想做的那件事 那么现在呢 其实还有机会 这个机会就是你去信任他 事实上这件事情已经过了 因为一个月以前 你们之间已经做了一个了结 对吧 你应该充分地相信 你的丈夫人品没有问题 观察员们从不同层面 劝解和安抚杨女士 杨女士将信将疑 还不能完全放下心来 调解员胡建云决定 让心理老师蔡建宏 首先和杨女士进入密室沟通 这是个原因 对吧 实际上实质问题 就是我跟她的感情问题 好 你这个输入很好 你会觉得这不过是个外因吗 她这个人也对我也非常好 对我的家人也非常好 对我身边所有人都非常好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男人 也非常贴心 就是非常地 但是我在她的评价中 也是说一直就是也非常好 但是为什么我们两个还觉得 就是脑里不够 为什么 我觉得还是缺乏信任感 如果说她充分信任我 或者说我充分地信任她 我们之间可能不会这样 她除了说在这个处理 女人这个问题上 她可能不陷入 其实你丈夫还是给到你 很多人 我们作为旁观者 我会看到 她对你是很赞赏的 说起心里话来 她对你很赞赏 但是你可能因为这个 内心里可能也不是 那么特别地自信 没有 我没有 对于杨女士的纠结 蔡建宏老师表示理解 杨女士坦言 她之所以这么担心 还是因为她太在乎 和丈夫之间的感情 我就说现在我觉得我伤害还比较小 如果说到时候你们再跟别人发生的更严重的事 我到时候伤害我就更大了 我就说既然我们过不来 或者说我不信任你了 或者说就是说我们俩感情有什么问题了 就是真的出现了问题 可以好去好散吗 就是不过也可以不过 对吧 我虽然非常我心里面非常不愿意说想离婚的什么 但是到了那个地步 你就飞走那条路不可没办法 你会担心以后是这样吧 对 还会继续 这个事情还会必须继续这样持续下去 我觉得是对她那种性格 就是说在她身上发生这种事是非常可能的 那么刘先生能意识到这一点吗 场上的陈兴东老师正在试图让刘先生学会理解妻子 适当的一种行为 就是说既能够满足你的一些心理需求 比如说可以跟别人聊聊天 同时又能把握一个度 同时你再把这种感觉传递给她 去告诉你我是这样的一个很明明白白正正经理人的一个人 确实她是一个怎么说 确实一个好老婆 我自己我没为她想 刘先生表示她再也不会瞒着妻子了 而对于陈兴东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刘先生似乎也很认可 你千万就不要再去嘶嘶嘶言 我就是说怎么说呢 还是多想着她 我都没想着她 你只要把你的正常的这种关系呈现给她看 然后不要去什么改什么通信录什么什么的 人家手机有密码 看锁 我的意思是你要变被动为主动 当你是主动呈现给她的时候 她觉得这个丈夫是可以信来的 我亲生好多什么 我再也不用瞒我老婆了 而密室里 蔡建宏老师建议杨女士 用信念战胜担忧 不要被担忧的情绪所控制 你担心你的生活 就在跟你的生活下魔咒 你就选择相信 对 选择相信 相信也会变成现实 这也是个好事 比如说在这个事情 我们各自反思自己 是不是这样 各自调整自己 这会让你们以后的夫妻关系走得更好 夫妻几十年没有不遇到问题 一个有生命力的婚姻 它是一定会遇到问题 恰恰是基于这些问题的出现 夫妻双方各自反省自己 会让你们日后的关系走得更密切 调解进行到这儿 双方都进行了反思 密室调解似乎进行得十分顺利 那么走出密室之后 他们有什么心理话想对对方说呢 刘先生能否做到让妻子放心 杨女士又能否放下担忧 重拾对丈夫的信任 两位说说感受吧 刘先生 你先说 谢谢 刘先生突然沉默了 此刻的他脑海里在想些什么 在静默片刻之后 杨女士倒是主动表态了 我现在就一个感觉 就是觉得很累 很累 我觉得这事纠结得有点太累 我确实像福老师开始说了 我就是个情绪的人 我确实是个被情绪所控制的人 在这件事上我也确实有错 我不知道你今天你怎么想的那样今天 刚才你们说的我还是听得进去 但是在这个地方我就觉得又觉得不得劲了 我觉得我也是想来接受批评的 我就觉得他说我一直说是怪我想不开 我真的有问题 老婆 从这一个多月来 我已经认识到我自己的错误 我从此以后 我会好好地爱你 我再也不会给任何女性朋友 包括我那个女同学 再有任何的联系 我希望你能相信我 你也知道 我不可能没有你 咱们两个已经走了十九年了 我从来自私之中 我对你的感情从来都没有变化 你应该知道的 行吗 走 我就想要一个说实话 就是真实的结果 就是这样 我希望听到就是说是真实的那种感觉 他就是说到底是 哎呀 反正这也不能证实 任何时候我就也证实不了 对呀 问题就是你这说的要害了呀 他就是说了他的真话 他没办法证实那是真话怎么办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说了 靠你强大的吸引力 而不是靠对他去评价 判断 监督 那些都没有 完全靠你自己 我觉得很内 我不想去评价监督他 如果非言不信任呢 就没有必要走下去了 真的 信任可以慢慢给他时间去 给他 那你可以告诉自己 想把自己释取 一个人可以那么不珍惜别人的信任 那他还在乎那个人 我不信 在调解的最后时刻 杨女士又控制不住地陷入了怀疑和否定的逻辑中 此时的刘先生默默地走下了场 热心的廖阿姨把两人招呼到调解办公室做最后的努力 漫长的调解过程令当事双方都倍感疲惫 但刘先生一个温情的小动作 却让我们对调解结果再次有了信心 你不要麻我 什么事 站着 我在 老婆我爱你 在 真的很在 我要学会关心你 类型需要的 确实妹妹没有够关心她 她的类型需要 来 跟她说 我跟你说过 你就不在乎 我这么不犯的心 我这个人不知道什么的 不犯的心 干以后要学会长个心眼 又一个小时过去了 终于刘先生诚恳的表态和温情的动作 彻底挽回了妻子的心 其实19年的婚姻中 哪怕再相爱的两个人 也会有自己的小秘密 对于婚姻中的这些小秘密 如果杨女士能够予以宽容和空间 回报她的将会是 爱的温暖和信任的尊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